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这个下雨的星期六的早上可真是个考验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开启为期两天的思想的盛宴 你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人 我喜欢你们 今天我们的主题 这次答案秀的主题是走向世界的中国 中国我们很熟悉 但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战争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吸引了舆论的关注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世界发展的方向不是有战争 这些战争来解决的 我们这个世界 脚下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这个巨变就在我们身边 大家今天早上来 上海的马路上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 我们新的原车的比例 已经超过30% 2020年我想可能会达到40%以上 油车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但是他们的退出已经不可避免 早上起来 大家如果在马路上买一份报纸 你们找不到了 报纸没有了 我这个办了20多年报纸的人 这是一个遗憾 报纸有250多年了 他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徐家会的商圈 那些著名的大百户商店 有的也在关门了 甚至现在的战争的形态 也在改变 这一切背后 都是由于一个巨大的变量 总数据在2014年 在乌州峰会上所讲到的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量 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背后的数字技术 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变化 其实背后最大的推动力 就是我们的数字技术 用现在的行话来说 可能就是CT IT加上AI 这几样技术的集合 使我们来到了 这个崭新的数字世界的门口 那么这个巨变 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 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世界呢 我们已经有人警告 这个会带进一个后真相的世界 去中心化的世界 假消息 假信息泛滥的世界 是这样吗 我们确实在数字世界当中 已经碰到了这么多的问题 这个巨变到底是100年一遇呢 是200年一遇呢 报纸是 现代报纸已经有250多年了 那么到底是多少年一遇的巨变 在我们脚下发生呢 我曾经在官网的编辑部里面 跟我们的编辑说 我们可能遭遇了500年一遇的巨变 500年前 活字印刷 在西欧 开始普及 诗字的人 大量地增加 牧师 教士 他们的这个传经步道 对圣经的垄断被打破 这直接引发了 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 和后来的叫做启蒙运动 这开启了一个现代的世界 但是当我们这些年的实践 在数字编辑部里的实践 看到了这个AI的出现 看到了5G带来的冲击 我发现 我们这边的这个脚下的变化 如果放眼500年都不够 都不够 我这个人从传统媒体 穿越到数字媒体来 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 混沌迷乱的 数字化的世界 我们展望前景 齐路漫漫 世界到底会把我们 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有焦虑 有时也兴奋 当前路漫漫看不清楚的时候 历史的老人告诉我们 往回看 回望 找一个支点 来进行观察 这一次让我们穿越到2500多年之前 让我们来解释我们当下遭遇的巨变 2500六百年之前 这一段的人类历史 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说 这是一个轴心时代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时代 世界上的四个历史古国 四个文明古国 从东到西 中国 印度 波斯 地中海的古希腊 同时出现了四小的巨人 中国有孔子 老子 印度有佛陀 释迦摩尼 古波斯由索雷亚斯德 地中海 野岸 出现了 苏格拉 迪布拉 土 亚里斯多德等 一批思想巨星 光耀千秋 我们无法解释的是 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但是相互并不知道 没有沟通 甚至不知道对方存在过 但是他们同时出现了 他们 我们到现在还 受惠他们的思想和智慧 人类哲学的 东西方哲学的基础 就在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我们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在 那个时代 人类同时爆发了 精神突破 亚斯贝斯就是说 在那个时代 人类在四大文明古国 同时出现了 人类的精神突破 为什么呢 当我们碰到了这个 数字世界的墙 在这个门口徘徊 焦虑的时候 我们再去观察 这个轴心时代 我们发现 之所以 2500年前 发生了这样的巨变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一直无法理解 这个谜没有被解释 我们在数字时代的人 是慢慢可以理解 我尝试来解释 他们遇到了什么 我们发现 从历史的痕迹到中 可以发现 孔子 摄像摩尼和这些思想的巨人 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 同样的遭遇 他们素而不作 只说不邪 他们那些光辉的思想 那些智慧 都是由他的学生 上课笔记整理的 佛陀释迦摩尼也是传经 布道 金刚经 华元经 都是他后面的地址给总结的 苏格拉底也是 辩论 讲课 布拉图也是 他们只素而不作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四大文明古国 都已经出现了成熟的书写工具 人们已经普遍使用文字 文字的实用性已经普遍实现 但是 这些智慧的巨人 都拒绝文字 他们不写 现在我们似乎有点理解了 因为他们将面临一个文字的世界 从他们身后 人类开启了一个文字的世界 但是这些人 这几个巨人 他拒绝文字 苏格拉底给文字 按上了三大罪名 第一大罪名 他说文字是死的 静态的 语言加上声音 就是生气贯注的 更接近于人的心灵 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更能表达真理 而文字是死气沉沉的 不代表生命 第二个罪状 说文字 文字是很容易被扭曲的 第三个罪状 文字是烂人 失去记忆 依赖于文字 人类就懒惰地 不再记东西 会上升记忆能力 实际上 大家想想他们碰到了什么 因为他们实际上恐惧和害怕 进入到文字的世界 人的主观世界 人的意识世界 会脱离你而去 你无法控制 自己的主观世界 你的思想 你的思维被任意解读 孔子在给讲课的时候 每一个学生问他 什么是人 这个概念 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一旦写下来就固化了 就会被别人篡改 就会被别人扭曲 在不同的情况下 就会失去真相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那个时代 面对一个文字的世界 这些巨人 这些思想家 实际上 他们看到了后真相 看到了碎片画 看到了相互的不可理解 这是一个人类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困惑 这样困惑的刺激之下是他们深刻的反思 反省警告 产生了他们光耀千秋的思想 使他们成为了巨人 那么这样的轴心时代 是不是我们现在也遇到了呢 在数字世界的门口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 我们每一个人 机构 每一个企业 甚至一个国家 是要跨进去 是要怎么跨进去 是在数字世界里怎么样工作和生活 多灭了一个考验 2010年 我从东方早华编辑部离开 来到上海西区 住了一个小洋房的底层 开始数字化的实践 带了一帮90后年轻人 我们懵懵懂懂地闯进了数字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大家可能觉得很容易 办一个网站 是吧 就可以能够传播我们的所思所想 但是我告诉大家 那个年代我们非常的孤独寂寞 真的是孤独寂寞 每天的点击量就三十千 五六千 徘徊在这个水平上上不去 我记得2011年的这个深秋 有一天我们院子里来一个小猫 一个橘猫进来了 我们的小编马上把它抱进来 想要领养它 把它抱起来以后 我们另外一个编辑说 给它起个名字吧 大家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 把它叫做流量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猫养大了 我们的流量大概会上去了 是吧 但是这个猫一天天地长大 我们的流量还是上不去 非常痛苦 2011年是这个样子 2012年也没有太多的改善 2013年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李世默先生 有一个泰的演讲 一下子刷屏 对不对 他有一个叫做 两个元叙事的终结 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振奋 穿透而来 2014年张文威老师也来了一个大的视频 一个中视频 叫《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个真的给我们编辑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自信 我们的编辑部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我和张老师和李世默先生 我们三个主要发起人 主动地去拥抱了这个数字世界 我们编辑部的气氛自信满满 我们的声音有了更大的感染力 有了更强的穿透力 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流量就起来了 就爆发了 这个爆发让我极其震撼 东方怎么办呢 很多年只有十万发行量 但是我们十几个人的一个编辑部 突然爆发 我们的流量 现在我们全网有上亿的粉丝 我们就那么小的一个编辑部 这就是数字技术给我们的加持 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对我们这个行业颠覆性的变化 这个在我身上得到了巨大的震撼 这个技术 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网站 能够与世界 整个的华人世界所关联起来 我们从个人的体会 就是这个数字世界的改变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成本 成千上万倍的降低 认知的效能 成千上万倍的提高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 都有可能成为认知的巨人 我经常形容我们边境部的人 叫做认知劳动者 认知的劳动者 这个 我们有潜力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这样一个在数字世界的门口 一个新的轴心直带的来临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巨人产生 这些巨人 这一次不是再是三四个五六个 可能是一群一族的起来 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中国 在中国 新的技术的普惠程度 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 以至于让我们的普通人的认知成本 普遍地 成千上倍的降低 认知能力的提高 也是成千上倍的提高 超过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 未来的巨人可能就产生在我们普通人当中 我们普通人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数字世界里面的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领域 一个场景 突然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 一下子刷屏照耀全网 是吧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个数字的世界 我们说中国要走向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对我们来说 是中国是全所未有的优势 因为 到我们回望2500节之前 中国是这个轴心文明唯一的精神突破的继承人 我们至今还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更幸运的是 四大文明古国的精神突破 我们继承了古印度的佛教 和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儒家道家 这么多的优质资产 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 指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我启蒙 相互启蒙 启发的思想的巨人 走向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所贡献 在这个道路上 我们将建设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在数字的世界一样 在这样的数字世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的金句 每一个人的发展将是所有人发展的前提 这样的场景将数字世界呈现 为了毛泽东在他的诗句当中所说到的 这个六乙神舟近圣遥 遍地英雄下西烟 这样的场景在数字的世界 也是越来越尽可能的程度地实现 因此我们14亿中国人 我们14亿中国人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数字公民 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 14亿人和中国 是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人民 我们将合其地幸运 我们应该不应该更加地自信呢 大家说 我的开场支持就到这里 再一次地感谢大家 来到这里与我们相聚 那么在此我代表观察者网的全体同仁 这个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闪闪发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